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一面九宫格墙 有的开了小窗 每个格子的风景都不一样 哎呦 等不及了 我们一起进去逛逛吧 走进店里便能感觉到 浓浓的童话气息 墙壁上有两幅树画 树梢长出各色叶子来 鸟儿也来陪伴 好热闹 来小三曼除了喝咖啡 还可以买杂货 店里的杂货架藏着 许多有趣的布置手法 一起来学哦 小三曼店里做了很多 杂货架的布置 像杂货架的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它有 紫栽 可是你看很特别哦 这个水草竟然养在灯泡里 是不是很特别呢 很多人都喜欢复古家具 像这边就有一个很复古味的沙发 非常的漂亮 而且上面很特别是用雷丝布做了布置 来融化它的沙发线条 是很棒的布置手法 老板娘很喜欢雷丝布 所以这个展示格里面放了很多的雷丝 而且要把它拉出来一点 这样才可以看到上面漂亮的纹路 特别的是上面还有这样的人工草皮布置 其实是家里布置剩下来的材料 来做废物利用 讲究自然的乡村风里面 常常会看到花卉布置的元素 像这里就有很多不同 花朵图案的壁画来做装饰 可是要注意的是布置的时候 一定要画得高高低低的 这样看起来才不会太呆板哦 而家里面若有漂亮的盘子 也可像这样排排站就很漂亮 你看这是乡村风常见的格子窗 不同的地方在于 拟头镶嵌的是台卫老玻璃 之前的工作很忙碌 所以我们才就从有一次南化的旅行中 然后我们体验到 赛曼的生活是激发创造我们设计的来源 所以我们回台湾之后把我们的工作结束 然后开了这一家小赛曼 然后这一家小赛曼 就是把我从小最喜欢收集的古董与杂货 然后开了这家咖啡店与大家分享 老板娘最喜欢的位置就是这个窗前的吧台了 下次有空到小赛曼来坐坐吧 真的太悠闲了 东新闻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